昨天 民进党强势在台立法机构推动所谓反渗透法草案竞赴二读 对此 国民党2020台湾地区领导人候选人韩国瑜竞选办公室 今天上午召开记者会痛批 所谓反渗透法形同走回戒严 记者会上 韩国瑜竞选办公室总发言人王浅秋痛批 所谓反渗透法让台湾多年来的司法改革走回头路 民进党用模糊条例让行政机构有权伸手到司法机构打乱司法秩序 只要在两岸通商有交往往来的 或者是在台湾举行的任何跟两岸相关的任何的研讨会 做谈会 任何交流活动都有可能因为模糊的法条你们要被定罪 王浅秋表示 除了所谓反渗透法之外 如劳基恶法 年改暴政等诸多民进党威权式施政 都已让台湾民众觉得活下去的基本安全感都没有了 台法务部门前负责人罗颖雪也痛批 民进党以司法改革之名行律化司法之实 民进党当局操作的这个所谓反渗透法草案 民定不得接受渗透来源指示 委托或资助进行捐赠政治献金 以及影响选举罢免公民投票之行为等内容 而其界定的渗透来源则包括境外的各类组织机构和团体 定义模糊 非常容易扩大打击面 连日来 台湾各界痛批民进党当局制造两岸对立 撕裂社会 直视所谓的反渗透法比白色恐怖还恐怖 各方的观点请张涛带我们来看 张涛 好的 对次我们就看到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和广大台商 18号在台湾联合报上面投摆署名刊登广告痛批 再弄恶法民心不宁 广告当中就指出了 所谓的反渗透法再次让广大台商台胞一分填膺 绿色恐怖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如何让广大台商安心回家呢 台湾中国时报的刊发文章指出说 所谓的反渗透法明显将对象锁定为大陆 其文本内容偷渡所谓两国论性质和后果严重 台立法机构国民党团总赵 曾明宗则认为说 所谓反渗透法是民进党的选举操作 是绿色恐怖 根据该法案草案的内容 大陆台商 台干都有可能成为所谓渗透来源 但所谓反渗透法却没有主管机关 民众没有救济管道 被起诉者可能要面临长期刑事缠送 该法案从实质内容到后续处理方式 都存在着许多的问题 台湾的旺报则发文呼吁说 两岸关系要和平 人民间没有仇恨跟对立才是重中之重 一味以对抗思维挑起民间仇视 激起大陆民众仇台情绪 对台湾绝不是好事 以上就是相关的树立把时间再交给上回